大家好 今天在节目开始前呢 我先秀给大家看 一样我珍藏的宝贝 就是这个东西 这什么东西 双截棍 那大家一看到双截棍就想到一个人是谁呢 我想都知道答案 李小龙 没有错 我是因为李小龙才开始玩这个双截棍 他是我大概第一个算是最迷的一个明星 应该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个啊 我对李小龙的崇拜简直是如江水滔滔啊 绵延不绝啊 那他在1973年过世的时候啊 我简直哭得昏天暗地 后来我也是因为他的关系 所以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跆拳道啊 然后到军中大概就是练举拳 那这把双截棍呢 是我大概在中学的时候啊 那有一个偶然的机会 就买下来的在某一个商场上面 看到就想到李小龙 那时候那之前呢 我大概看 刚刚看完李小龙的一部电影 那我就觉得 看到这把双截棍很感兴趣 我就把它买下来 那就一直陪着我到今天到现在 陪着我漂洋过海来到加拿大 所以呢 所以我绣出这个双截棍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想告诉大家 我是一个标准的龙迷 标准的李小龙的迷 我对他绝对的尊敬 所以今天要谈的话题 如果有稍微有点不合龙迷的意义的话 先请大家原谅 我可能比你们还要更喜欢李小龙 那今天我要谈谈什么话题呢 就是 其实有好一阵子 就是李小龙他的武术到底能不能够实战的问题 那 讲他的武术能不能够实战 能不能够上格斗场上 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先讲一个最近的一个算是 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新闻吧 也有一段时间了 就是在去年10月29号的时候 那拳王 前的拳王 泰森 Mike Tyson 他在复出的时候 他要在10月29号 对上另外一个也是前的拳王 叫Roy Jones 这个人 那两个大概都超过50岁以上的人 在准备要做格斗比赛 其实这个拳局比赛呢 或者格斗比赛 其实是我认为是表演性质是比较大的啦 然后真正的竞争性质可能有 但是 不多 那 即便是 有点慈善性质或者表演性质 那他 其实还是希望 泰森还是希望说能够在之前能够炒着这个气氛 所以他在去年 就2020年9月的时候 曾经接受过一家电视台或电台的一个访问 就是谈一些 他练习拳击的一些种种啊等等等等 有关于拳击比赛的 那主持人呢 或者那时候一个记者 就问他说 就问他一个问题 他说 泰森啊 如果你的全胜时期 跟李小龙的全胜时期 来做个比赛的话 谁会赢 那他的答案是什么呢 在讲他的答案之前呢 我们先插出一个话题 其实泰森早在三年前 就是2017年的时候 也接受一个访问 也问他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你跟李小龙打的话 谁会赢 在2017年那次访问的时候呢 泰森给出的答案是说 如果 没有任何限制 规则的限制的话 那么 我跟李小龙要格斗的话 比赛的话 我会被李小龙给当场打死 所以 所以 泰森那时候的 采访 他的答案是说 他打不过李小龙 但是在去年 2020年9月 这次的访问呢 那同样的问题 泰森的回答 却是说 他在回答之前 先打一个太极拳 他说 我告诉你 我非常尊敬李小龙 我真的非常非常尊敬他 但是呢 我老实说一句话 如果啊 我跟他在拳击场上比赛的话 我可以当场把他给KO 会把李小龙给打倒 也就是说 李小龙不会是他的对手 那这句话呢 讲出来之后 但有些龙迷就开始很不满意了 就觉得 乱扯啊 李小龙真的很厉害啊 你怎么 怎么可以这样说李小龙啊 但事实上呢 我坦白说一句话 这句话 我是比较站在泰森的立场 我可以先给出我的答案 为什么呢 因为在 拳局场上 或者格斗场上啊 你的体重啊 或者身高啊 是一个 硬道理 我们来比较一下 泰森呢 他身高有多高 他178公分 体重有多少呢 109公斤重 那李小龙呢 是173公分 几公斤呢 63公斤 所以他的体重啊 相差了 将近一倍左右 差了将近一倍左右 好 那我们知道 泰森他是练职业拳击手嘛 他在练拳 你知道他一拳打出去啊 有人跟他算过 是大概一拳出去 大概有225公斤 到360公斤之间 我们就以 最高值来算 360公斤 是什么一个概念呢 有人跟他算过 360公斤的一拳的力道啊 可以当场打死一只公牛 一只公牛 那李小龙一拳出去是几公斤呢 差不多 有人跟他算过 大概是180公斤左右 也就是说 即便你取泰森一拳 集出的力量的最低值 225公斤来讲的话 那么李小龙的最高值 180公斤 还输给他 将近40公斤左右 这个身体的 就是说你身体的抗击打能力 就是说 击打能力跟你的抗击打能力啊 是跟你的体重是成正比的 但是在你有训练过的前提之下 但如果你一个软趴趴的 全身都是脂肪 那我们就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 而且我还听说 其实泰森啊 他在巅峰时期的时候 他曾经花了大概年薪十万 去聘请一个人干什么事情呢 就是专门去打他 也就是说 我是花钱来打的 你找一个人来打我 为什么呢 因为在拳局场上啊 不只是你要打别人 还有一种情形是 你也有可能 会被别人给打中 那如果你专打别人 你只老想打着别人 但是人家一拳打 打到你的话 那你就倒下来的话 被扣的话 那你在打 打别人打一百拳都没有用啊 你打人家一百拳 人家一拳就把你KO了 所以啊 在拳局场上啊 你不但打击的能力要强 还要抗打击的能力也要强 那今天啊 我们从李小龙 他生前留下来的视频啊 他格斗的视频其实并不多 我们大部分看到的视频里面呢 都是李小龙在训练的时候 比如说打沙包啊 踢腿啊等等 要不然就是电影 但是电影呢 我是觉得单单参考就可以了 因为电影基本上 我们不能说作假 因为他是一种为了一种艺术效果 所以电影的里面的格斗的情况 其实不能拿来跟限制比较 那李小龙生前 唯一留下来的一段 他格斗的视频呢 其实是1967年的时候 在美国长体举行的一个空手道大赛 那那段视频李小龙在上面做了一些格斗 比如像打他的寸拳啊 还有等等等等 还有比如说用 用那个手 两只手指呢 做伏地挺身哦 这些 那我自己感觉啊 那是一个算是比较完整的 好像李小龙有在格斗 因为他里面有 有跟其他空手道拳手 好像有在 笔画的那种一些画面 但是我自己感觉是那段视频啊 还是表演的性质比较多 还是表演的性质比较多 所以李小龙的实战能力到现在 基本上啊 其实还是一个谜 只是我们从他电影上来看 他真的好像还是蛮厉害的 但是他在用在 运用在实际的格斗场上 到底行还是不行 坦白说啊 在我心目中 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在这个问号底下呢 其实有一件新闻啊 就是算是旧闻了啦 让我觉得感到非常疑惑 又更加疑惑了 什么新闻呢 就是我们知道 在1972-1973年的时候 当时啊 因为李小龙他是属于周文怀 家合电影公司 周文怀是老板嘛 他是旗下的演员 然后他 让他成功的几部电影 比方说像唐山大兄 金武门啊 都是罗维导演的 那当时 据说他跟罗维啊 关系处得很不好 因为两个人的个性啊 其实都很高哦 为什么呢 因为李小龙一直认为说 如果没有我李小龙的话 你什么金武门啊 或者说唐山大兄啊 哪会有那么好的票房 可是对罗维来讲 我是一个名导演 如果没有我 帮你做一些艺术的技巧 一些艺术的一个安排 拍摄的话 你李小龙啊 到现在啊 还是在好莱坞里面 跑龙套 所以两个人就一直 杠上来了 就杠得非常的很激烈 那在1973年 大概1973年初的时候呢 那罗维啊 或者说周文怀 就是佳和公司 准备要拍一部电影 叫笑面虎 这个叫冷面虎 这个冷面虎呢 其实本来是要找李小龙 那李小龙好像就拿翘 那罗维呢 就透过他太太 找到当时另外一个功夫巨星 叫王宇 他是台湾人 后来在香港发展很成功 王宇 来出演这个冷面虎 那最后也算蛮成功的 那李小龙知道 他的角色被取代之后呢 非常之火大 但是他这个事情 他没有跟罗维发泄出来 但是一直记在戏里面很久了 那后来爆发出来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在 那时候在1973年初开拍的那个死亡游戏 后来我们知道这部片其实并没有拍完 但是在李小龙在开拍前面 大概一小段的时候 就是死亡游戏 开拍一小段之后 突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停工了 就突然就没有再拍了 那这个事情呢 让李小龙非常之感到起疑 他后来一直认为啊 是罗维在后面在搞鬼的 故意要把他给拖延 那所以他有一次就打电话给罗维 反正就是在 在电话里面就是一言不合就吵起来了 吵起来之后呢 李小龙啊 他就 后来那天呢 也不知道什么 发哪根神经不对 然后就跑到佳和的公司啊 办公室里面去找罗维算账 那时候周文华也在 还有几个办公室的人缘也都在 那李小龙就跟罗维后就抄起来 当然就抄起来 因为两个人我们刚刚讲过嘛 他本来就有矛盾 而且两个人脾气都很干 结果发生一件什么事情 李小龙啊 李小龙他一火大之后 他从身上那个腰带啊就拿出一个什么东西 利刀 匕首 说要杀那个罗维 而且还说我要杀你的全家 那这些事情啊闹得 大家吓了一跳 然后很多办公室人员啊 就吓了赶快去报警 那周文华下意识马上去抱住李小龙 说不要冲动不要冲动不要冲动 最后这个事情 后来香港警察过来了 那过来之后呢 因为可能大家也是觉得说 希望能够 能够没事就没事 周文华也是抱着歧视凌人的心情 然后就把那些他的匕首啊 那些小刀 就他的力道就把他给藏起来 那警察在找不到证据的情况之下呢 就收兵回去了 所以这事情就不了了之 一直等到李小龙过世之后呢 这个事情也是不小心 就可能被狗仔队啊 整个就泄露出来了 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那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 就让我感觉到很疑惑一点 我相信很多观众 大家听到这个故事 应该也会有跟我同样的疑惑 李小龙如果这么厉害 他能够一拳一脚给踢死人 打死人的话 他如果要威胁 杀罗伟的全家 他怎么还需要用刀子 他怎么还需要用刀子 所以啊 这个事情就让我感觉到 我对李小龙的这个武术 他到底能不能够实战啊 我不敢贸然说他不对 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 其实我本身也是农民 我也不敢贸然承认 但是我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还有另外还必须要说明一点 是说因为我对李小龙 其实还是很尊心 因为他毕竟他把中国功夫啊 因为他的原因 所以功夫这个词被列入英文字典里面 大厅百科全书也提到中国功夫这个词 全部就是因为他 还有也是因为他的关系 所以后来的华人的电影明星 他有机会进入好莱坞 但是也必须了解一点 他的所谓节群道 很多人都说 哎呀我死出的是节群道 其实实际上呢 李小龙他的一生啊 可能因为火的时间太短了 他的节群道一直只停留在一种武术的概念 因为他是把道家的哲学引进来 所谓道家哲学 就是他希望武术里面呢 不是先大而是后大 就是后发制人 也就是说 他有一个理念 基本上理念就是说 他结合在生活在应用上面 就是说我 我不会主动先攻击 而是我等你出拳之后呢 我根据你的拳的技术跟方向 找出你的漏洞 然后后发制人把你给打倒 所以你看李小龙的电影里面 他每次出拳 很少是他主动先打人的 一定是先等他的对方 敌人先出手 他才会有下一个动作 来隔开或者说来起打来反齐 对方使出来的力道跟拳法 然后这就是他结旋道的一个基本的理念 但是注意哦 结旋道本身他还没有来得及去发展出一个 正式一个拳法 所以结旋道本身一直只停留在属于他的武术哲学里面 所以当然有人说我使用的是结旋道来打拉和气道 那根本就是扯淡 根本没这回事 因为结旋道我必须强调 他就是一种武术的哲学 因为李小龙他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哲学系毕业 所以他本身啊 他对哲学这个非常是痴迷的 所以他也把这个哲学他所学啊 融入在武术里面 所以这点是我们认识李小龙啊 必须要了解的地方 至于他能不能够实战 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认清李小龙这三个字 对华人世界的一个价值 甚至对好莱坞 对华人进军好莱坞 对华人的电影界里面 他的一个重要性 因为有李小龙 才有后来的成龙 李连杰等等等等 这是李小龙最大的贡献 那么他的结权道能不能够实战 是不是真的能KO泰森 虽然我认为啊 他KO泰森的几率很低很低 但我认为啊 他的贡献真的不容抹煞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啦 当然你要说他能够KO泰森也OK啦 为什么 因为李小龙过世的时候 泰森才几岁 才六岁 今天我们节目聊到这个地方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到兴趣的话 请记得按 订阅 点赞 如果您对 我讲李小龙的这个部分有意见的话 也请尽量到我们的留言区 留言 跟我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互动 我再次强调 我真的是李小龙的龙迷 我绝对不是龙黑 今天我们节目聊到这个地方 也要听到这个地方 或讨论 在这段时间上 您感觉到这一点 我们节目应该让人感觉到这个地方 也要注意到这个地方 你也要注意到这个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